好很多观众朋友也说 如果这个战争能不打是最好 当然也希望战争赶快结束 不要再有更多无辜的平民受到伤害 另外持续来关经国际局势 难道中国跟澳洲两国要大和解了吗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了澳洲总理爱班尼斯 而且这也为中澳关系跨出了非常大的一步 而习近平也直言 小圈子是解决不了全球面临的大挑战 也强调中国跟澳洲是没有历史上的纠葛 所以其实可以成为互相信任的伙伴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澳洲总理爱班尼斯相见欢 习近平致此时表示 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 去年我们在巴厘岛首次会晤 那一次谈得很好 我们当时都同意两国应该以一种成熟的方式打交道 习近平强调小圈子解决不了全球面临的大挑战 小院高墙脱钩锻炼或者去风险 本质上都是保护主义被外界解读 这番话就是在暗批美国 外交部长王毅会见澳洲外长黄英贤时更直言 这几年中澳关系出现一些曲折值得记取教训 这次中澳荣兵陆方也给足面子 邀请爱班尼斯赴近博会致辞 成为史上第一位在开幕会致辞的外国元首 同一时间中美双方的沟通管道也没停过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应美国财政部长叶伦之邀 8号前往美国访问 由于何立峰才刚接任中央金融办主任 是大陆核心财经官员 外界解读此行不仅是为拜习会暖身 也将有助于深化两国经济互动 大陆进博会热闹展开 美国自二零一八年后 首度设立官方场馆 展示自家葡萄酒和农业产品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强调 不寻求美中经济脱钩 双边经贸关系仍极为重要 TVB也新闻 叶俊宏带员丽综合报道 讲到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制 应该很多人有听到中国的富豪 其实在他们的体制下 出事的状况是时有所闻 最知名的当然就是之前 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 这一次出事就直接失联了两年 而最近又有中国的富豪消失 他是谁呢 他是中国知名的直播平台 也就是斗鱼这一个logo 他的创办人 他叫做陈绍杰 他上一次公开露面 已经是8月的财报说明会 而现在他的公司也证实 他已经失联至少了将近三周 而这个陈绍杰呢 他的身价曾经最高 是有接近百亿元的人民币 到底为什么会消失 说法可以说是众说纷纭 而这个陈绍杰我们看到他长这样 他今年是39岁 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沉迷网路游戏 大学的时候就直接辍学 没有再继续读 第一个开发出掌门人 而且他出售掌门人 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之后 就买下非常知名的A站 把直播频道拆分成现在这个斗鱼的直播平台TV 而这个斗鱼呢 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 也有在美国纳志达克指数这里来上市 而且最高的市值曾经有高达500亿人民币 但是我们知道最近直播平台 其实受到非常多的冲击 因为抖音啊等等这一些 短影音的平台不断的陆续上架 所以当然他们的成长也会受影响 而至于陈绍杰呢 他为何会失联 我们刚刚讲到众说纷纭 而其实最近近年来 中国官方非常大力的 在整顿网路相关的产业 所以陈绍杰的消失也被认为 有可能是斗鱼这个平台 涉嫌诈赌而有关联 所以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失联 那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中国大陆的富豪呢 在体制下出事的状况 实有所闻 而且甚至其实外界也说 中国大陆的百富榜 根本可以说是杀猪榜 只要你上了百富榜 就很容易出事 甚至十年内就有49名 在百富榜上的富豪出事 而且他们都曾经是首富 我们现在看到刚刚有讲到的是 知名的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 他在这个2020年 2019年2018年 他都曾经是上了首富的榜 那么但是呢 他因为批评金融监管 所以踩到了中国大陆的红线 那他的蚂蚁集团上市就喊咖 而之后呢他就转为低调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他直接消失了两年 另外非常知名的还有最近被这个上号带走的 恒大集团的创办人许家印 他在2017年的时候 也曾经上过中国百富榜的首富 那么最近呢在美国申请破产之后 被北京的官方给带走了 另外呢还有这一个 最近这个万达集团的王健林 因为我们知道房市 中国房市非常的低迷 所以他的财富也大幅的缩水 另外还包括在2004、2005、2008年 也拿下首富的国美电器的黄光玉呢 他也是因为社会 所以遭到判刑 14年的有期徒刑 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中国富豪 出世的状况真的是有所闻 所以近年来比较新型的首富 新一代的首富 他们相对来说就比较低调 像是这一个这个2003年 2022年跟2021年 因为瓶庄水农夫山泉水 拿下首富的中闪闪 他就是非常低调 几乎不露面不受访 甚至在网路上 几乎是Google不到他的影片 所以可以想象 他会这样做 其实不是没有原因的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很多人会戏称中国的百富榜 其实是杀猪榜 所以现在反而富豪 都要多加的小心了 另外我们来看到是 我们知道大陆的北部跟东北部 在最近下了暴雪 甚至在黑龙江的哈尔滨 也是连夜的风雪之后 出动了3.3万名的工人来铲雪 包括像是高速街道跟马路 全部都是铲雪车 我们也连线TVBS特派记者 陈向如带我们来看 好的各位观众 目前我所在的地方呢 是在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 这里是他们当地最著名的商业步行街 长达1400公尺 由于这两边呢 有71栋的巴洛科建筑 还有一些文艺附近的建筑 因此呢 通常会吸引很多人 在昨天一天一夜的暴雪以后呢 你可以看到呢 他们整个城市出动了 上万名的环卫工人呢 在进行了整条街道的铲雪跟除雪 我带大家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他们要做到多细呢 因为这都是石缝嘛 对不对 雪呢 到下面去以后呢 基本上都会把这些缝隙给填满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呢 他们用铁钊 需要把这个缝隙里头的雪呢 一个一个通通都给铲掉 然后呢 先用的是像本机这一种的话呢 先把雪铲除 然后呢 再把缝隙的雪呢 给它清除出来 最后的话呢 再撒上盐 最主要的原因呢 是希望在步行街上面的游客呢 不要滑倒了 不是拿这个东西去除 把这雪给它抢出来 把这雪抢干净了 把这雪吧 用这个铲子给它抢干净里头 花瓶一定要抢下 那我看他们还在用这一种的话呢 这一种是小铲 专门采雪的 把雪给它采掉 这是采雪 我们是推雪 它采完了我们推的 要采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要采到你采到没有雪了以后 才是干净的 这个程度 不怕滑倒吗 不怕 从哪来 从湖北 是特地来还是不小心来 特地过来旅游的 那么大的雪 小雪我们那边浙江也有 像这么大的雪 激成这个样子 真的第一次见 这一面的话呢 是环卫公园呢 正在清雪 再带大家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角度 这一边的话呢 则是有店家呢 他们在自扫门前雪 你可以看到呢 后面的话呢 这可以算是中央大街 旁边的一些店家 然后呢 再过去一点的话呢 就是社区哦 你知道吗 其实暴雪的话呢 会对于当地的电力设备 能源储备 还有电信通讯的话呢 通通都会因为结冰 或者是断裂呢 而受到了影响 这也就非常考验 哈尔滨这个城市 他们的应变能力 好的 以上就是目前 我们在当地的最新情况 把镜头再交换棚内 好的 确 最后上观众朋友 Bob Chen 说下大雪是非常的不方便 这个大暴雪 的确会为民众带来 生活上很多的困扰 另外一部分呢 除了下大雪带来困扰之外 我们来看到先前 英国跟法国也爆发了床尸 也就是一种虫 他们这个危机呢 现在随着疫情解封 全世界的人开始旅游之后 现在难道船到了韩国吗 现在南韩也开始警觉到 有床尸的入侵 包括首尔 人船跟大丘都有通报的案例 而香港专家也示警哦 这一类床尸的虫呢 他们可能会藏在行李箱里面 跨海传播 南韩大丘一所大学 有学生控诉 去年九月搬进新建的宿舍后 皮肤莫名肿胀发痒 甚至蔓延到脸部严重发炎 后来发现原来是藏在床垫里的这种臭虫惹得祸 即将举办巴黎奥运的法国 以及临近的英国 近期爆发床尸危机 现在床尸飘洋过海 侵袭南韩 首尔 人川大丘等多处人口密集城市 都有尸虫出没案例 南韩YouTuber在一家汉真木 发现大约八只床尸 当地卫生局前往稽查 当场发现一只尘虫和幼虫 因此勒令商家暂停营业加强消毒 由于南韩民众热爱到香港旅游 因此香港人担心 飞机行李箱也会夹带床尸入侵香港 另外一个动物的血液 如果那个是有病菌的 它再吸你 就很容易将另外一个人 那些病菌病毒就传到你那里 专家分析杜绝床尸入侵三步骤 第一是行李箱 不能直接进家门 第二要注意 尸虫容易沾附在衣裤鞋袭袜 建议民众海外旅游返家前 逐一检查行李箱中的物品 用高温蒸汽或热水清洗以侧安全 但专家也呼吁 只要做好清洁消毒 就不必太过恐慌 TVBS新闻叶俊宏代元丽综合报导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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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